那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的课程 那我刚刚发现其实有电影也蛮不错的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堂课 电影欣赏会 再来讨论它里面的雷达环节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多元课程的那个 像国小唱音乐课这样 看个背多分 那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的课程 那我们刚刚在讲这个 Face Coded Wave Form 那Face Coded Wave Form刚刚有讲的 就是基本概念 就是说你想像你把一个Pause 它分成好几个少Pause 那我们会把它叫做是Trip 换成是把它叫Trip 那所以刚刚在一个小时前的课程 我们就讲说 你一个Pause里面 你会先在好几个Trip 那每个Trip上面 你都我们所在乎 就是在乎它的每个Trip 它在这个Trip Direction里面 它要统一都用一个Face 那比如说第一个Trip 我们就用这个Pylin 第二个Trip 我们就统一用这个Pylin 当成它的这个Face效果 那记得大家这边就是说 我们不考虑这个Amperdue 原因是因为我们基本上 在雷达系统里面 我们希望就是Pause 我们都是把它打码 所以我们基本上Amperdue 都是固定到它是Constant Modulus 那它基本上不会像是东西系统 一样会有Random bits 造成的这个 每一笔随套有不同的 这个Sign-1 Perdue的每region 所以这边主要就是在乎这个Face效果 那我们来看见它的定性描述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它这边的Range Resolution 就要拿好 那这边的Range Resolution 比较像是 你这样就是说 如果你的Chip with 这个Tc 这个Chip Duration 如果它是TS的话 它其实就是回到原本的 就是根据你每个取样间隔 它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 但是在这边有个强调是说 你现在好几个取样间隔 它会扩成一个Chip Duration 那这Chip Duration是提起 那所以其实这边大概你会有一个Sense 就是说 你看你这边每一个Chip 它就是 这边就有好几个取样点 那其实每一个Chip 它如果没有做任何额外设计的话 然后它又是这个一样的Ampertitude 又是一样的Base 其实它这边就是一个Rentangular 因为像是你把一个Pause里面 买一个Pause就是 把它拆 把它好几个Pause 好几个Tchip把它放出来 好几个Tchip 你把它有点像是用一个Robot的 把它放出来放出来 那所以这边就会有点像是一个Rentangular的概念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变成说 你在这个PaceCoded Waveform 它有一个事情就是说 它这个Rent with Serumogen Delta 它其实会变成是2分之CTS Tc 那如果你是原本的 这个地方我们在讲一个Pause Waveform的话 你的原本的这个Rentangular的每一个 因为像是你尺上的每一个刻度 你是一公分为一格 还是0.1公分为一格 它这边的Rentangular的定义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原本我们大家熟知的是2分之C 然后成像TS 那TS是你的主要间隔 那这边你会把这个TS变成是这个名字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事实就是说 你一个Pause里面 你每一个Tchip and Duration才改变一次 才改变一次 所以这边就变成说 你连那个尺上的那个刻度 就变成是这个2分之C乘上CC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刚刚所说的 你看你把每一个Tchip把它框出来 其实就变成说这几个Tchip 每一个Tchip你就看着它其实是一个Rentangular的形状 因为你把每一个Tchip框出来 然后这个Tchip里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Tchip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主要点 它都是用比如说Explorer的J50的这样子的炫耗值 那因为这个Pause Coding的Wave Mode主要概念的核心精神 就是在每一个Tchip上面 它的这个Pause像你给它一个指定的一个编码 指定的一个编码 那所以它叫做Face Coding的Wave Mode 那如果你是这个 你现在看你如果接受说每一个Tchip 它基本上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Rentangular的形状 那是Rentangular的形状 我们都知道说它在另外的一个Transformer 它就是有一个Sync的形状 那这个Sync的形状就变成说 你的Sync的形状 你如果是在 你在这个TC的导处 就是你这个Tchip-Directed的导处 这个是一个Tchip的Bandwidth的话 它的Tchip bandwidth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Fusdb的Bandwidth 就是在这个Pick点的Fusdb的Wave 那它就会 它这个频关就会是这个VC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要看这个Tchip跟Bandwidth的这个Product 因为我们都在之前的课程里面 我们知道说 这Tchip跟Bandwidth的Product跟SNR有关系 那如果你今天是使用Face Coding的Wave Mode 它的SR Game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关机式去得到 就是它的这个Pause的Duration 跟这个Tchip的Bandwidth来相成 那它的这个SNR Gauge 它这个意义就是 Number of Chips per Pause 那接下来一个就是说 这个PSL 那PSL在这些课程有讲到 就Pick a side of a level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所在乎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这个PSL越小越好 那PSL它在这边呢 还是跟你的整个Pause的长度也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Pause里面有几个取样的时间 取样点 那所以呢 in general来讲就是说 我们今天 如果你今天都在一样的设计条件下 你的这个Pause的长度越长 你来做这个Face Coding Wave Mode的话 in general而言它都可以达到比较低的这个Sylon 那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关键的Mobulation 就是它这个数据人表示的就是Explosion Z5i 那其中这个i呢 它跟你在一个Pause里面切了几个chip有关系 跟你切了几个chip有关系 也就是说 这些联系的 连续的chip串接起来 每个chip里面呢 它都是用一样的词 就是比如说 第二个它就是Explosion Z5i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每个Sample里面都是Explosion Z5i OK 所以 关键这边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 把一个Pause切成上Pause 也就是把一个Pause切成好几个chip 那在given每一个chip里面 它都是用 这些取样点上 都是用同样的Face的资讯 那这个就是叫做Face Coding Wave Mode 所以呢 你一般设计完之后 你会把这件事叫做 可能比如说是Face Coding Sequency 就是因为你会给第一个 它的顺序 就是比如说 你现在从这个Fi里看到 5NCP-1 它这个顺序 比如说你哪个值出现在哪一个位置上 它都会跟这个 你最后在Pause的表现会有关系 那所以这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说 你在这个Face这个项位这一项 去做一个编码 给它一个编码序列的概念 所以这边叫做Face Coding Wave Mode 那这是主要的概念 那所以这边引入了就是说 我要把一个Pause切成好几等分 然后这怎么切成好几等分 这每一个等分要多大 这都是你在Face Coding Wave Mode 可以设计的艺术 那当然就是说 你也可以说 如果我是以每一个取样时间 PS为一等分的话 那就是全部就是 Number of Sample per Pause NSP点 那就是它全部的点度上面 都会做设计 那这边就是说 你一个chip里面 它可能包含好多个取样点 那这边是主要是Face Coding Wave Mode 主要的核心的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些它的一些延伸 跟进一步的推导 那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先看上半部这一段 我们先为了Rotation的方便起见 我们令AI 它就是等于 这个Experge by i 那i它的index就是 就是从0到01 到这个Number of Ships per Pulse NCP-1 因为我们从0开始做indexing 好 那我们为了就是为了Rotation 我们令这个AI跑出来 那这边有一个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今天在做那种相位的 这个上面的这种编码 这种做法 其实它有几种 就是说你给定的 你给定这些相位的编码的相对关系 它其实有一些equivalent的关系 也就是说 它可能两个Face Coding Sequence 它是不同的 但是 其实它做出来的效果是等效的 那这有几个条件 那我们先令就是说 如果你等效的这个Face Coding 我们用这个EI 依下的I来表示的话 也就是说什么叫 何谓是equivalent 我们今天说Face Coding 它是equivalent 就是说 这边的第一 这边equivalent的第一就是说 你这两组Face Coding 它做完Match Builder而已 也就是说它做完这个 做完这个Correlation之后 它在正谱 Magnitude Response上面的表现 其实也就是Correlation Response 也就是这个Match Builder Magnitude Response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刚刚口语一直有讲的 Correlation Response 那也就是说 你今天这两个Face Coding 它不是E4 它不是 它不能画上等号 但是它这个equivalent的定义就是说 它做完Correlation之后 它在Correlation的Response上面 它是有一样的表现 一样的Magnitude Response的表现 好 那它有几个条件 就是可以视为是equivalent 那其中第一个 这个应该大家记得 你如果有一些 像是DSP 一些对这个Explorer 这个J5什么这个相位的一些 一些Common Sense的话 你应该可以接受这几件事情 那 第一个就是这个Reversal的Transform 也就是说那个EI 我们说它是equivalent 就是说当你自己的这个 你自己这个AI 你自己这个AI 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 就是有点像是reverse 这样导过来去看的话 如果是对称 有点像是一个对称的概念 这样子去看的话 你把它导过来 然后它也会有一样的 Match Builder Magnitude Response的表现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Conjugate Transform 就是它自己 你如果全部都是 你会举一个Conjugate 给它 最后也是会等价的结果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EI 是等于Row乘上AI 那其中这个Row呢 它的绝对只是1 那我们说这个东西叫做 你这个Base Coding Constant Multiplication 的Transform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两组的Base Coding 它如果有这样的关系的话 基本上它最后的最 的Constant 它会是Equivalent 那这个第三个特性呢 你可以再延伸 进一步延伸 就是说当你叫Row 如果你有一个I 4棒的话 你只要Row的绝对值 它是等于1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叫做 这个Progressive Multiplication Transform 它基本上也可以带出说 这两组Base Coding 它可以是Equivalent 那就是有这几个条件 这几个条件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说我们要面对 Base Coding Wave Form 我们就是要去看它的 自己跟自己的本质 那我们当然有说 你说Match Building 其实就是Base Coding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探究的是 这个Base Coding Wave Form 它自己所能带出来的 这个波形的特性的性质 所以其实我们就变成说 自己跟自己 其他人就做Auto Correlation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现在令AI 它是等于Expo 或者J5I的话 那其中这个I 它就是从这个 0到NCP-1 NCP-1 就是这个Pause 那些的情趣 那 我们把这AI 带入这个 Auto Correlation的公式 那Auto Correlation的公式 这个在线线的课程 都已经有利益过了 那它基本上带进来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 到这样的数据关系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引出了 这个做Auto Correlation 之后的这个Leg 这个Leg 我们都会超线L 来做比较实 那它的这个 做Correlation的数学上的定义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把AI 乘上AI-L 然后去Count to Gain 然后你最后 你把这些都 上边就起来 那L呢 它会落在这个 这个NC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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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NCB-1 这个中间 那我们预计这个Pig点 就会发生在这个0点的位置 这个应该大家都 刚刚在上课过的 都已经有看过很多次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Auto Correlation的这个定义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Xcoded的Pause 是一个怎么把它带入呢 那我们想到刚刚所讲的这个概念 你会切成一个Pause 你会切成好几个Trip 也就切成好几个Trip 那这每一个Trip 看起来都是一个Rentangular的形状 一个芒波的形状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数学具体的来表示它 就是说你今天 你有 你现在考虑的Trip有几个呢 是NCB-1 所以这每个Trip的Index 你从0到NCB-1 那这就是上面选的上下标 那每一个Trip里面它的值是AI 那AI大家记得 就是刚刚的Explosion by I 这只是一个方便的表示 那AI呢 它就是一个Dependent 这个下标I的一个 其实下标I 其实就对应到你的这个Pause 你是第几个Pause的Pause 那就是这个AI 那我们都知道说每一个Trip 它就像是一个Rentangular一样 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个每个Trip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这边会有个Rentangular RECD 然后就是它会就是 它这个Rentangular有多长 就是这个Number of Sample per Chips 那就是说你每个 你每个NSC的取样点 你会换一次Pause 你会换一次Face 那这个Face 那这个Face就在这个AI 跟AI的里面 这个AI里面就是有这个BI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要怎么model这个Face Coded Wave Bomb 刚刚说讲这个Face Coded Wave Bomb 然后示意图就是下面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Face Coded Wave Bomb 你主要知道的核心概念就是说 Pause里面会牵着SubPause 然后每一个SubPause 也就是每个Trip里面 它会有它自己的Face 那每个Trip里面它又包含好几个取样点 所以有点像是说 你过了这个Trip Direction 你会换一个Face 换一个Face的Code 那我们在数学上 就是可以用这个四十七式来表示 那当然这个Rentangular 就是 其实你这样看起来 就会变成说 你也可以去想像说 是Rentangular 我们有机会不要用Rentangular 可以再做一些shipping之类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Rentangular 转到它的Transform domain是Sync 然后那个Sync 我们一直都不是很喜欢 因为原因是因为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理论知识 就是你如果是Sync的话 这个东西如果是Sync的话 你的Mainlobe图 这个第一个Synlobe 它这边就是只有13.2dB的衰减 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说 Mainlobe图 Synlobe的Pink 可以越大 这个衰减的关系 可以越大越好 所以我们想要设计的都是 可以大于13.2dB的衰减 那最惨就是这个13.2dB 因为Rentangular转到Sync Sync的Mainlobe跟SyncSynlobe 它的Power的差距就是13.2dB 这个在DSP课本上面 应该大家都会翻到 就是这个标准值 那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 这个Rentangular 或许也是一个可以改良的事情 但是大家可能 听课听到现在都知道说 你改了一个Rentangular 它都会有一些其他变相的代价 只是说看你这些代价 是不是可以 就是可以带来 代理17.2dB的场景里面 带来更大的好处 好 那我们这边有几个notation 就是刚刚讲这个Rentangular 的这个 訊號的表示 Rentangular 然后重夸号N 然后它都是等于1 然后这个N呢 就是指说你在这个chip里面 这些所有的点数 所有取样点的点数 它都会带来 带出一样值 就是1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Rentangular的Function 那它的这个DFT后的结果 我们这边先估解用大写的R 来表示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Rentangular 重夸号N HM-DFT Point 它转出来的这个DFT的Result 就是用这个大写RK 来表示 好 那这边我们就做一些数学推导 因为我们都整个Lecture 2 重点就是在讲说 你要把你所收到的讯号 跟你已知的波形 去做MeshBuilder 那我们这边就做一些简单的推导 把它把它张开 那这边我们直接用MeshCompolution的概念去看 那我们先看就是说 这是我们刚刚 这个方框里面是我们刚刚所给出的 对于任何一个Base Coding Wave Form 你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框里面的这个 数学这个equation来表示 那这是一个Discrete Time Variations Form的XN 对这个XN做Discrete Time Variations Form 那当然就是说Discrete Time Variations Form 我们其实看在平补上的 迪散平补的取样是DFD 所以这边是指DFD Spectrum 那所以也就是说对这个XN 我们要做DFD 那它可以表示成这个D48式 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RK就是刚刚这个Retangular的这个方式 缝出来的 那因为RK它Independent of这个小i 所以RK把它提出来 那这个有下标小线i在这里 那因为这个Retangular这个Function里面 它有一个-i乘上nsc的这一项 所以你在开一斗背上面做一个平移 在它的Breakless斗背上面 你就会变成是一个 直接摆着一个向位向着跑出来 那所以这边有一个小线i 这边有一个小线i 所以它们放在这个signation里面 那RK因为没关系 所以它被拿出来 那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你今天要做Match Builder的话 我们实作上 我们都其实会用这个Face 我们路纯的技巧 那我们知道说 它的这个 你对于给定的一个 已知的讯号 它的副例是什么 是X of K的话 你如果要做Match Builder 它的Match Builder的那个Pulse Match Pulse 它在Parendrome面上 其实就是你原本已知讯号的 这个X of K 它的Chinkouch Game而已 所以呢 你今天如果说 你刚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 你的这个Face Builder Xcoded Wave Home和DFT 要怎么表示了 就是X of K 那我们也知道说 它的Match Builder的DFT 怎么表示 是X conjugate K 所以呢 你今天在Ti统面上 做convolution correction其实它本质上 就在数据 回到数据的操作 它就在做convolution 那它在Brain 那上面就会做点层 所以呢 你把X conjugate K 跟XK 做点层之后 其实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在算什么 它就是对这个X of K 去绝对值的平方 好 所以呢 你现在对484的这个 X of K 去绝对值的平方 你就会得到这个49A 这个事情 那去convolution 就是你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相省吧 那所以就是说 你这一项RK 它就自己跟自己相省 然后另外呢 里面这一项 就变成说 你会看到一个AI 然后因为有两个相乘 所以当然在场面圈下的下标 要比较变快 那我们这边用这个 正常的小解L 来做表示 然后还有原本的这个I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边有AI跟AL 取方取给 然后这边就有I-L 那这个只是把 484 把它绝对值的平方 这应该 大家也是在以前 都已经有熟悉过的味道 那49A到49B 要看出什么东西 就是你看 你会发现说 这个AI跟AL这一项 那你做了一些变数代换之后 你可以把它带出 这个蓝色的这一项出来 也就是说蓝色这一项 它就是它的小解L 就变成是一个 引入一个新的变数 就是这个Q 到这个NCP-E-Q这边 那这个蓝色要告诉你什么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 从这个蓝色里面 你会看到说 这个蓝色其实它就是 又在对这个A 跟AI 就是AI的这一项 因为它的总点数 你整个Pause的总点数 其实是Number of Pause 但是AI呢 AI是有几种 AI是这个小写的 AI 它主要是Number of Chips 和Pause 它只有这几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推导过程中 就是49A到49B 它其实就变成说 它把你的这个 这个已知的 Face的变化 这个Number of Chips 和Pause的正极项 去做 其实就变成说 这种比较告诉你 我这个蓝色地方 就是在做 它其实就是对这个 序列在做 做Otoporulation 所以我们令它做Otoporulation 我们引入了一个 新的Leg的变数 就是Q 的话 你会发现说 它其实就是在做 AI的这个值 然后其中AI只有 这个I 是在0到Ncd-1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Ncp 这个值呢 一定是小于Nsp 就是所有的主要点 好 那所以呢 你会看到说 在这个推导过程中 你会发现说 原来你自己的 FaceCoding的Sequencing 它自己 跟自己做Otoporulation 它会出现在这个式子里面 这个49C 这个式子 好 那我们继续把 剩下一点推导把它讲完 那我们把刚刚的那个结果 把它拉过来 就是我们放到这个上面 这个榜框里面 那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你要做FaceBuilder 你要用FaceCompolution的做法 我们刚刚不是在 BreakDomate上面做点层吗 那BreakDomate上面做点层 之后 因为我们终究要把它转回 那个TypeDomate 那其实转回来 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离点层 做完FaceBuilder 也就是做完FaceBuilder 之后 它其实就是Leg的Domate 那Leg的Domate 也会告诉你 就是变成说 你可以透过Leg的Pig 去找French 这个应该再次再讲一次 好 所以呢 我把刚刚做完的结果 这个Rk Rk的绝对值平方 再把它去IDFD 那因为我刚刚选用的是F点 所以这边也是做M点 所以你会看到说 把刚刚上面这个YK做IDFD 就变成是前面这一下 跟后面这一下 各自做IDFD 然后中间的关系 从这边的层 变成是做Compolution 所以就有50A的表示 好 那50A到50B 就是说 你先把 其实就是把 止射这一项 R of K 因为R of K 你知道是 它原本来自的是 Retangular DFT 那转过来 我们令它的表示 所以就用S of M 来表示好 那重点是看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就是有 Summation 然后里面有这个CQ 然后以及这个 Explorator的项 在Explorator的项 在这个 Bring domain上有一个 Explorator的项 那转回Tidal domain 它就是一个 Delay的 在Tidal domain上有一个Delay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边有QNCP 所以你会变成说 你转回来之后 它这个Explorator会变成 一个Delta function 那这个Delta function 它会跟 就是它会有一个时间的Delay 那这时间Delay 跟这个QNCP有关系 那关键是这一项 电上这一项 那这个Transmort domain的Delay 变成是另外一个 总面的Face 像这个是DSP的基础 好 那 所以你会得到这个 50B的这一项 那50B 你会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Delta 那这边有一个S of M S of M 是这个RK 绝对指定方的IDFD的结果 那这边就不错这个追导 那这个东西 跟里面具有一个Delta的这个 函数 去做Convolution的话 你可以把S of M 直接取代这个S 取代这个Delta 就是把S of M 直接把它移过来 那这也是基本的这个Delta Founder的一个基本的性质 那这个应该在Rendipop DSP里面都已经有很熟练不破的事情 那就是有50B的这样子的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M点 它通常会大于你做Convolution的点数 所以其实你最后你要把这个 你所真正所在乎的前面那几点把它取出来 那我们所在乎的前面几点是哪几点呢 就是2倍的NCP减移点 原因就是因为你把两个NCP NCP点的这个S of M 做autoporation 那做autoporation它的那个长度 会变多一倍再减移 那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 从这个M点里面取出前面的这几点 那这也是典型的Base Convolution的做法 就是在训练书里面典型Base Convolution的做法 你如果说对于 这场课应该在讲Base Builder 然后他们在讲Base Convolution的时候 我们把Titleman的Convolution 走到Base Convolution上面做点成 然后再转回Titleman 然后取出我们所在乎的那些点数 你这如果熟悉的话 你再看这边也是很快 那就是有这个51式的这个式子 好51的式子 然后我们取出来之后 我们稍微做一些变数代换 你就回到最后的 我们大家熟知的结果 然后也就是说这边 我们回到用朝鞋的L来做表示 所以你会看到说这是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51式的结果 就是你做完 你对Base Convolution的Wayphone 做完Mage Builder后 也就是说 你要设计一个Base Convolution的Wayphone的时候 你自己去看它的 你看它自己本质上的 这个Automarration的性质 那你要 你要怎么去看呢 你根据推导结果 你最后是会用51式的这个结果的式子 那51式这个结果是 重点是要告诉你什么 就是说你会看到说 你用Face Convolution的Wayphone 做Automarration后 你看它跟什么有关系 跟这个CQ有关系 跟这个S有关系 所以你这边就会看到说 你看然后就说 我们先看S好了 我们知道S它是来自于RK 那RK怎么来 是来自Rectangular的那个Function 做完固列Transform 得到这个大写RK 然后又转回S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说 如果说你今天你的那个 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出这个Rectangular吗 现在我们看到Rectangular都很明感 因为我们都知道Hudges Rectangular跟Rectangular做完就是那个Triangular 然后其实有 其实你就算说忘记 你如果说整个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那你至少也会感受到说 Rectangular跟Rectangular變成Triangular 这就是我不想要的 其实我们现在国外 我们搞那么多事情就是在想要避开 避开这个Rectangular跟Rectangular 变成Triangular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就是你看到这个Rectangular 就是它其实 它其实是可能或许会有一些设计空间的 也就是说它会最后反映在这个S的这一项 它应该是会有一些设计空间的 因为它会使得你的最后的整个 Triangular的形状 整个形状会跟这个S L这一项是有关系的 那当然为什么我们只提这一项 因为它就是有好几个chip 那所以它只是说 那在时间上就是每一次 delay下一个chip Number of chips per pause的点数 所以主要是跟你这个S的 你这个SL会影响你整个 Triangular response的形状 那当然除了SL之后 还有这个CQ 那这CQ就是刚刚所在过程中所强调的 你会发现说你用FaceCode的微动 在推导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说你的FaceCode 你的FaceCode 它只有Number of chips per pause的 这么多种选择而已 那应该说这么多点 因为我们如果说整个 这整个里面 你原本是有 你在一个pause 反而有Number of sample per pause点 但是你现在变成说 你考量的 你设计的空间只有Number of chips per pause的点数 那NCP 小余等于这个NS 所以你现在其实就变成NCP点而已 那NCP点而已 你会发现说在推导过程中 它其实就跟你这个AI 它有NCP种 它自己跟自己做correlation后的结果有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边就是它告诉你说 你今天在评估FaceCode 它做correlation 也就是它做autocorrelation后 MatchBuilder后的这个所谓的结果 它会跟你 你要怎么在这个pause里面怎么去切 以多长去切 有关系 那当然也会跟你在做 每一个chip上面 它对应的这个FaceCode 这个FaceCode 有关系 所以其实你模範围要设计的就是这个S L 这个就是从Rectangular来 那这个还有当然 还有你最本质上 你要设计的FaceCode 就是这些Code 这些Code 这些编码 你要怎么在相位上面去做编码 也会影响你最后Code 就是BaseCode的形状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边就好 那下礼拜我们就是 不然觉得好快下课 我们就再讲一个小时 有点太习惯 没关系 因为有点满了 好那 那这是FaceCode的Wave Home 那下礼拜我们就是快速的看一下 就是说 有几种 那刚刚有讲的就是这个 ByFaceCode 跟PolyFaceCode 我们主要会先讲这两种 然后还有PortureFaceCode 那个是 稍微会做一些补充 好那下礼拜课程应该就是 会蛮快的 那主要的核心概念 大家就是记得这两页就可以了 有一个东西叫FaceCode 有Wave Home 那它设计的精神 跟FaceCode 不好意思 跟这个PauseConversion 是不一样的切入点 PauseConversion Weapon 我们想要去做一个 类似压缩 把Triangular把它压进来 把压缩压进来 那FaceCode的Weapon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 在Corelation Response 那边相向Triangular 我们也是要 一样也是要把它压进来 不过它的主要的设计精神 就是把一个Pause切成好几段 切成好几段 然后每一段上面都有它各自读字的FaceCode 的编码 就是File0到FileNCB接近 那这个主要是一个不一样的核心精神 那当然你可能可以再去想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考虑FaceCode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 那下礼拜是5月13号 那5月13号 应该也是 就是母亲节 那如果你要回去祝母亲节快乐的话 你要线上参考也OK 然后你要补课也OK 就是大家就 就自由来参加 那下礼拜预期 应该会有 就是我们大普同学 会有一组 一位同学的课堂报告 那也是一样 就是这礼拜 就是像度教刚刚所讲的一样 就是如果你有收到我们外籍同学的信 就是麻烦你方便的话也帮忙 就是可以做一些回复 那也可以训练你的英语 English Writing的能力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英语 English Writing也没关系 助教也可以帮你English Writing 所以就是大家方便的话就多多帮忙 那下礼拜就是大家母亲节快乐 那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那祝大家的妈妈也母亲节快乐 那下礼拜大家就各自自由参加 我自己辞职会上课 我下礼拜确定会来上课 如果想见我的 也可以邀请跟我约 那是这样 再见 拜拜 谢谢老师 好 谢谢泰坦 好 谢谢泰坦 好 谢谢泰坦 老师 想问一下 你会做太高兴 我感谢泰坦 我感谢泰坦 你现在就会做太高兴 那是好的